大家好 歡迎收看繼續一段時間的回饋情報 我是阿天 大家好 我是阿蒜 今天開的東西不多 但兩樣都是要組裝的 對 又要組裝的 我最喜歡組裝的東西 你不喜歡嗎 組裝的東西 看看組裝的東西 這個可以的 我當然是說組裝模型組裝 對 事不宜遲 開箱組裝吧 好啊 好 我們看看艾比安高大的組件 大概有八 九版左右 不算很多 那它的組件一如以往都分開色 你看到黑線都很細緻 還有一些比較大件的組件 例如機翼 另外有一張貼紙 還有一條貼線 A few moments later 好 這麼快就組裝好了 都組裝了大半天 正常的一隻RG 對 而且它變得很帥 特別有機關要組裝 對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由造型開始說吧 造型來說就要說一下它可以變形 它有機械人形態 和MA的形態 它MA的形態其實就像一條魔鬼魚 而這次在RG裡面 它還強化了MA的形態 給了一個原創雙頭翼龍的形態 其實主要的改動呢 在兩個龍頭可以打開口 以及頭頂的兩隻角可以豎起 還有的原創改動呢 就是在兩對翼那裡 有一些細的翼可以在後面打開出來 整個翼龍的造型就馬上遊戲小很多 比原本MA飛行形態的變形 就哇很多 而它那條尾 就是那條電熱邊呢 當然也是亮點啦 它有很多重的關節 任你怎樣留都可以 可以擺出很自然的形態 開頭我以為 就是要逐格逐格砌 就是未看之前 我都以為是要逐格砌的 這個真的是 Bandai顯示它的技術 這個就是常常在RG都會看到的 Wilder MF Joint技術 整件已經是複形 做好了給你的 你只要在模型框上剪下來 就已經可以移動了 那這條尾呢 其實如果你要自己的套裝 就真的一點都不容易的 你見它扣得很實 而且紅色和藍色都很緊密的 如果你要拆出來油 可能要用Marker或者筆圖 才可以做得到 那它現在就很佛心 就做了一條已經完成了的 成型件給你 是有型的 那我自己呢 就最喜歡是機械人的形態 對 我就喜歡雙透龍、翼龍的形態 其實翼龍也是挺有型的 所以我給5分 同樣啊 我也是給5分 你可不可以不要抄我呢 那下次我先說 你不要抄我 那我就不要抄你了 好 那其實造型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其實它的翼都是很有型的 它的翼可以多角度打開 而且打開的時候 裡面的小翼還是有連動的 拉開的時候一次過都拉出來的 對了 那我們來講一下分析吧 分析呢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組件其實都齊色的 基本上都不用特別上色 都可以表現到 跟原裝動畫裡面的一樣 因為它RG來講 基本上它的組件已經做了顏色的了 是陷進去的 你簡單來貼貼紙 它有一些金屬貼紙 但我們都沒有貼貼紙 其實它的顏色都很齊 而且 大家都會關心滲線的問題 但是它的線 這次你看到 尤其是腳那邊 是比較深的 以前是要刻一些線 刻深一點才可以容易滲 這次就會容易滲一點 就這樣看下去 而且它細緻到 你的邊形 這些地方它都不是用貼紙 它都用一些透明件 所以是穿得挺好 它的透明件可以在洞的位置 突出來給你看 這些就真是很棒 所以這個分析 我先給 我先給 懶得說我跟著你 我就會給4分 咦 我也是4分 對 就這樣 那麼 我們又多配合 對 4分 這張貼紙全數都可以的 有機會有空再唸 好啦 那就到這個可動性 我想用個比分才說 為甚麼比分 我們 1 2 3 5分 這次真的很配合 這次真的很配合 其實它玩過 砌完玩過 就不知道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個可動性來說 真的沒有敵 它有很多連動關節 例如背後對翼打開的連動 斧頭的刀刃在屈腳時都會連動 因為可能要變形 對 變形的關係 很多關節 可能手腕 小腿 腰 都是有多重的關節 可以讓你拉伸出來 拉長 亦可以旋轉 對 有很多結構 而且手臂 即是極格打開 方便雙手握劍就當然了 對 而手臂肩膊位 在那裏也做了多重關節的結構 還有可以拉伸出來 而手臂 既有傳統可以水平轉動的位置 而在前臂 亦都追加了一個可以水平轉動的位置 做出更加多的動作 你的手臂 是可以屈得很近的 有拿於這些不同的關節結構 你就可以做到雙手握劍的動作 還可以舉高把劍 而對腳的寬位 即是在股關節的位置 就做了這個扣鎖結構 可以拉伸出來 要動動時就有很高的可動性 站在這裏也可以拉伸出來 站得很穩固 做個橫一字馬都是沒問題的 雖然雖然對腳有很多尖位 三尖八角 尤其是膝蓋的刀刃 其實它動起來 活動性都很高 而在屈曲雙頭的雙重關節時 膝蓋的刀刃是可以連動帶動的 另外小腿那一節 就做了一個拉伸的設計 因為它裡面是一個波齋 拉一點出來 就可以做到更加多的動作 其實是比它變形的時候用的 變形之後 腳的龍頭 就可以靠這個波齋 做到更加多的 不同的姿勢 你看看牙毛爪 下一個人 那就配件了 配件真的不多 你看到 這裡有幾顆東西 手 有些換件 就是多了三隻手 一對拳頭 一對鞠武器 和一隻自然的手 武器呢 武器是正常的 有把劍 有條邊 多了一條磁帶 我的劍不充電啊 真的沒有什麼配件 原作也是這樣 不會怪牠的 而且它的電熱邊 和剛速劍 亦都可以收回腰間 即是有一個 未拿出來用的狀態 而它的劍也做得很好的 鐵線去駁回充電線 是有心思的 那我給3.5 我只是給3分 到最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性價比 性價比來說 RG模型是有點奇怪的 如果RG模型是用一個 正常的價錢進入手 我覺得全部的RG模型 都是極高性價比 是很划算的 如果這隻來說 300元來說 我覺得是正常價錢 是很划算的 它的定價都是4600日圓 其實300元差不多 也很划算的 但是呢 現在是炒你價的 那都很正常的 好嗎 都是我的 有愛就快手吧 不是有愛都買不到的 最慘的 因為RG每次一出 都真的很多人搶 所以搶到的話 就可以馬上享受到 那不要快手 有愛就快搶 有愛就快搶 是要快搶的 好 總結的分數就是這麼多 這次這個很高分 是呀 那它真的做得好 連我覺得這個 我本來不喜歡這種角色 我是喜歡拖魯傑斯多一點 因為造型比較漂亮 但是玩來講 這隻真的是一流 這個可以變形 三變 你最喜歡變形 是呀 變形更高兵 三變 是呀 好 這個就講到這裡 開始了 組完高達 我們再接再來 組裝LEGO 這次要組裝三隻LEGO 知道是什麼嗎 一盒有三隻 有蝴蝶 螳螂 和甲蟲 臭蠅蟲 好像很聰明 不是嗎 有錯嗎 是 沒有錯 但我相信是有名的 他們是 蝴蝶是蝴蝶的 當然不是 蝴蝶 叫做 黑鑽藍閃蝶 這個螳螂厲害了 中華大刀堂 這個 甲蟲 中長 黑黑歷事長蹟大刀蟲 你讓我找回是正確的 我上網搜尋 真的有些名字 這麼厲害 很難怪 是啊 開發啦 臭蝴蟲 那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哇 它六代這麼小 但它是有 一千一百一十一件件 這麼齊頭 一千一百十一 很難得 但它全部都是很小的件 多小的件 那我們 事不宜遲 先放開說明書吧 快點 給它快鏡 看到沒有 這次我終於不用再用手機來看這個說明書了 可以拿一本 原來說明書也有介紹到每隻昆蟲的資料 譬如學名 在哪個地區會找到 他們的雜性等等 我都很仔細 原來砌LEGO都學到不少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先分開件 蝴蝶和螳螂就只有兩包件 而最多就是一隻甲蟲 就有三包件 那你砌哪隻啊 我當然是砌最多件的 黑黑力士長激大兜蟲 你看它大兜了嗎 當然啦 我砌螳螂中華大兜蟲 你也記得名字 厲害 開始啦 好 首先原來就是砌底座 砌底座上面有花草的東西 然後就是砌上面的植物 這個植物就有不同的 有些有菇 有些有花 有些有葉 砌完植物之後 就是砌那個蟲的本體 砌完蟲的本體之後 就終於完成 可以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都要很小心 蟲和螳螂之後 我們就一起合作砌個蝴蝶 我就砌個底座 算了就是砌個蝴蝶本體 最後蝴蝶跟底座來個合體 搞定 好了 終於砌完了 我們兩個人合起來 就用了螢幕三個半小時 那你怎樣看 砌完這三隻 其實我最初以為 砌隻蝴蟲會很久 因為像螳螂一樣 好像很多地方可以動 但原來砌最久 竟然是植物的花 是最久的 真的想不到 可能我砌蝴蝶 最久就砌到翼 就是這個 因為有三隻的藍色 有很多的件拼在拼在拼在 底部又是黑色 又不同 所以 我選擇很久 簡件是最久的 我簡件反而是 這個座位 有很多很細粒 一粒粒的綠色 有深綠 淺綠 然後有些是花花形 也是圓形 所以我選擇了很久 簡件比砌更久 反而甲蟲 簡件不久 但有些極件 特別是這些 旁邊的件 有些弧形 斜形 有兩邊一段 拍得不均勻 又要對分 斜邊變 弧邊變 這次我發現有很多 很細粒的斜邊位 斜左 斜右 很容易找錯 但開心又有趣 顏色都很豐富 漂亮 舒服 很繽紛 神態也很相似 很相似 手腳也有多關節 頭也有多動 我想蝴蝶是最少的 只得對翼 只得對翼 本來蝴蝶也只有這樣動 你也不會這樣摺 這樣摺 這樣也不錯 合理的 那甲蟲呢 甲蟲呢 翼可以動的 手腳也可以動的 嘴可以抹開 鉗也可以抹開 最特別是對翼 現在是拆開了 其實如果你拆了出來 這兩個拆出來 這個深黃色就會合上去 即是對翼拆了它 就好像收到對翼 這個狀態就是剛剛飛過去 沒錯 其實我們都可以拆一拆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花 那這個狐蝶 這個綏 fulfilling 真的是有蝴蝶 真的它垃圾 這樣都是蝴蝶 這個是 gewoon一隻鴿蟲 你有點好看 這也是很有趣 你看的時候 你可以跟牠擺的角色 可以這樣把額外擺放出來 這個純粹可以當牠只是一個小木 腳乖 我剛剛想想 可否鴿蟲飛去你這邊 然後塘龍包付住這裡 又行不行 不要說不行 是Nego來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座 花花草草的位置是剛剛好 是用那隻昆蟲放進去的 如果要放進去的話 可能要加快一點 Nego就是這樣 快蘋果分 造型方面 我就給4分 我給4.5分 因為其實真的很相似 尤其是上座 也很相似 塗裝也沒有配色塗裝 因為Nego也是這樣 但顏色是很豐富的 鮮艷的 我都給3.5分 我給4分 這個可凍度 可凍度 如果純粹計算一隻螳螂 我給幾分 可以去到4.5分 但其他合起來 我想要3.5分 我給3分 因為你組了兩隻都沒什麼用 所以我組裝螳螂是不錯的 其實這個組裝是配件的話 是很高分的 很漂亮的 那我給3.5分 我給3分 你覺得是顏色的 你不喜歡嗎? 沒有顏色 又有花花 又有菇 3分 好 接著是這個 性價比 性價比 性價比來說 其實Nego全部都是一樣的 如果純粹以Nego比就沒什麼特別 如果純粹以Nego跟其他成本比 Nego就會比較貴 但如果純粹以教育意義的玩具來說 我覺得不算貴 因為現在很多教育玩具都很貴 是啊 我給2.5分 我給3分 總分就是這麽多了 對 今集的情況來到這裡 記得Like和分享這條影片給朋友 還有訂閱我們繼續的頻道 之後再見 拜拜 我們這次教授一點點 有沒有很棒呢 很棒 一定很棒 有哪次不棒呢 我們這些東西 再說一次什麼什麼兜蟲 黑黑歷事長激大兜蟲 有沒有一些昆蟲呢 嘩 蟑螂啊 你以為我相信你嗎 那這隻給我砌嗎 待會砌完這兩隻 我期望一個小時來砌好 哪個砌得快就砌好 我下去 我下去吃個早餐先 對了